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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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欧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也制作一些酱油盛 干一些其他的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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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满足自己消费的 这种经济呢 不流通到市场上去的 它主要叫制造经济 那么还有一种消费呢 它生产 它生产品 基本上是双平 基本上是双平 那么这样一种呢 就是市场经济 那么在十五六世纪呢 欧洲经济的最大胜利就是发展了市场货币经济 那么也就是说生产不再是根据简单的当地的消费来决定 而要根据市场需要什么来决定 那么这种需要就出现了一个交换关系 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进行交换 货币和市场这样呢 就在经济的位置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无论是双平 还是劳动力 生产资料 土地 还是资本 现在都可以用货币来加益衡量 用货币来购买 没有人可以对此进行有效的限制 所以我们说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啊 本身有一定的独立性在里面 一旦进入市场流通 有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对它进行强制的限制 那么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的价格自由地买卖土地 工人呢也可以根据雇主那个寄付的工资的高低 而自由选择雇主 那么企业主也可以运用他们的资本来计算他们的利润 计算了利润以后呢 进行有目的的投资 那么随着对经济行为的各种限制的放松呢 那么家庭的利益啊 宗教的经济啊 社会的风俗啊 政府的控制啊 行会的限定啊 就渐渐的减少了 总之 市场经济出现了 使得许多传统的中世纪的束缚就被打破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中世纪封建体制内 对那个经济的限制 表现为宗教的 道德的 伦理的 心理的 经济的 家庭的 家族的 社会的 行政的 那样一种制约呢 有所松懈 那么随着这些制约被逐步解除或者削弱呢 新的市场经济呢 就日益发展了 这就为西欧的经济振兴呢 找到了一种出路 所以我们讲欧洲现代化或者近代化这个过程呢 我们不是笼统地说 哪里开了工厂 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而我们首先是从市场经济这个切路口来分析问题 因为我们以为呢 这样来分析问题呢 比较具体化 比较能够说清楚 近代的经济那个制度呢 是如何取代中世纪的自然经济的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啊 很重要一点 就是市场经济是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紧密连在一起的 那么那个货币呢 出现和市场经济出现呢 既有现实需要 又有历史背景 所谓的现实需要啊 那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农业危机 证明了欧洲中世纪农业的低效和过时 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马尔莎士现象 马尔莎士现象就是所谓 那个人口的增长比例 而那个几何级的增长 那么资源就不够了 这就是马尔莎士现象 那这就使得欧洲人有养不活现存人口的危机感 当时即便是皇宫贵族 也感到自己的财政非常紧张 这是说当时的那个社会的背景 我们从历史的背景来看呢 欧洲的部分地区主要是意大利 那草就有了重双的传统 双业的发展使得意大利的诸多城邦 变得非常富裕 这使得欧洲各国的贵族十分眼红 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 社会需要和那个双业在某些城市里的普遍的发展 这就使得市场经济呢 在欧洲被看好 所以市场经济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呢 阻力是很小的 或者说比较小的 因为当时欧洲人啊 他已经普遍认同这种新的体制 是能够带来发展的 带来利益的 甚至可以振兴经济的 欧洲的那些皇宫贵族呢 不必说 连那个维护封建道统的罗马教廷 他自己也乐中于建立民繁厂和纺织业 并且把自己的金融业的大权呢 委托意大利 尤其是弗罗伦萨的银行家来管理 那么上述种种呢 都表明在15世纪前后呢 那个欧洲人对于市场经济呢 已经有了一种普遍的认同感 那么这对于欧洲的经济的起飞呢 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双品生产的发展呢 如果要迈过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 以及教会舆论的控制 和中世纪行业控制 这三大障碍的话 那么必然新经济体制 就要和传统的习俗 发生剧烈的冲突 我们刚才说了有三大控制 一个是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比较落后 无法生产大规模生产装品 还有教会舆论控制 教会呢 应该说是教人 不要过分最确利润的 但是后来教会世俗化 那样呢 他自相矛盾 还有呢 这中世纪行会 行会是将对生产有限制的 那尺寸怎么样 规模怎么样 标准怎么样 原来怎么进口 限制的态势 所以呢 这样一个模式 是欧洲中世纪的生产模式 那么到近代以后呢 尤其是进行 现在进行的 不是为自己消费 而进行的生产 而是为了出卖销售 而进行的双品生产 那么肯定就要 对这种旧的体制 进行改革 那么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呢 那么他宣扬的是一种 非理性的经济观 这对双品经济的兴起呢 起了一种阻碍作用 教会历来宣扬的呢 就是经济行为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争钱 而是为了满足自然需要 因此呢 与灵魂得救的问题 就扯上关系了 所以教会呢 就判断那个高额利润 你如果夺取高额利润 那当然就是一种罪行 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呢 基督教传统呢 就要求考虑价格的公道性 伦理性 所以价格不是按照 双品的价值来定的 而是要体现诚实 公道的美德 那么这样一种观念呢 估计可以称为自伦理 来作为一种定价格的基础 结果当然就是 生产者销售者 都无利可图 或者能获得利润较少 这必然和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 建议模式 产生剧烈的冲突 另一种情况 就是来自于地方的城市 而地方的那个 地方主义的保护 每个城市都保护自己 他们为了限制农民获得利益 规定农产品 必须到城市里 才能进行销售 于是农民之间便有了竞争 很多农民进城以后 那么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 农产品价格可以压得很低 显然呢 在对于发展农业生产 极为不利 但是对于城市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城市的保护主义政策呢 也使得贸易不能自由发展 如有一个城市规定 在通向城市的道路上 不得进行贸易 不得出售商品 大众的买卖和商品的买进买出 都必须要在城里进行 那么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呢 不仅限制了近距离的贸易 也限制了远距离的双品交换 外地的双人 如果要进城来进行贸易呢 他就要被迫交一笔贸易税 有时呢 被要求由本地的代理人 来代理外地双人 来进行买卖活动 这是第二个阻碍 第三个阻力就是来自行会 欧洲中世纪的行会 对生产的规模 原料的尺寸 价格的高地都有规定 市场经济的目的 当然就要自由投资 和以获得最高利润为目的 那个叫做资本主义生存 所以中世纪的行会原则 就形成了冲突 在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里呢 用很小的数量的资本 来换取生存 主要呢 也不是为了得到相对的利润 所以我们说 也是一种自然经济 每个作坊组呢 自己有个作坊 有个双店 工具和原料也是自备的 生产出来的产品 虽然是卖给顾客 但是有些工匠 制作鞋 铁器 也供应本身和附近农村 为什么说 这个是一个自然经济的 因为交换了 虽然是交换 但是数量很小 有种地区的范围很局限 所以中世纪的市场是狭小的 地方性的 有别于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是大的 国际性的 那么在广告时代出现之前呢 生产和需要是直接化等号的 比如当地需要多少衣服 需要多少双鞋 那么你就只能制作多少 你只能卖出多少 而且人们往往是要等上回买回去的衣服 或者鞋都穿破了以后 才买新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显然是无法为作坊主提供高额利润的 那么由于手工业的生产 以满足消费为主要目的 所以工匠们组成行会 行会就规定了 垄断了双鞋的价格和原料供应 目的是在于消除竞争 比如行会就规定啊 只有师傅才能在城市和附近地区出卖双鞋 帮工和学徒 必须通过长期的工作 才能竞争为师傅 报酬也是有行会规定的 行会如同城堡乡村和修道院 它既保护人民 又限制人民 那同样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这是第三种主力 第四种主力是来自于政府 先为那个君主们啊 不顾信仪 大肆掠夺经济发展 非常需要的资本 一个方法就是借钱 那个城市里 有些城市显贵挺有钱的 那么君主要打仗 那么往往会为城市贵族借很多钱 这样就削弱了城市资本积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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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